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27日星期五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卫为大家讨论时事 今天主要想说两个话题 第一个是有关于所谓知名人士被指借钱不还 但自己过着相当富贵的生活 有指借钱不还的人 就是前元朗区议员张秀燕 第二单新闻想说说 年轻人莫视法纪有同党拍摄视频 在街上随机打人 疑似宣扬黑帮势力 日前网上有传闻 前元朗区议员张秀燕 涉嫌和不少政界和社运圈人士借钱不还 说他生活觉得不是困难 又买车又去游浮地说 其中财经专栏作家运水在Facebook上赞文 他说他和朋友聚餐时 闲谈里说起有人借钱不还 说涉事者借钱的网络还颇为庞大 左中右都有 身边朋友借到尽 以前做议员的义工 助理和街坊都借到尽 连旧同学都落手了 运水借了钱给他之后 发现他又买车 还和女朋友去外国旅行几个月 吃好东西买名牌 物质生活过得更好过债主运水 送了信息给对方 多次都是不回复的 他的文中还提到对方 疑似是变了折祸 加入了建制阵营 还自称可以搭路 与行政会议召集人 叶刘淑仪会面 有传媒向叶太查讯 叶太的回应就是说 只是见过对方两次这么大把 与他真的不太熟 运水在闻里 还说留一点面对对方 所以不开名 不过有其他人就开了名 包括Chicky Duck的创办人周小龙 在回应中说 其实谁都知道是张秀燕 运水没有回答是否他 不过用一个salute emoji 回复了周小龙的留言 另外还有很多苦主回应 说自己也有借过钱给这位债仔 包括漫画家阿涛 当中有人说成功追讨过欠款 其他人就叫追讨到欠款的人 开班教如何追债 其实挺好笑 又有人留言说 主要是因为他在吹嘘 可以搭路见叶太 来你想想 原来黄人的心目中 周围借钱不还 不是重点的 重点是他们不再黄才是最错的 有传张秀燕加入的 就是香港基本法基金会有限公司下面的 基本法学生中心 这个基本法基金会创会主席就是董建华担任特首期间的特别顾问 叶国华 现任主席就是立法会议员李浩然 在1月26日 混水在Facebook上贴文 他说相关人士已经联络了他 并且提出还款的方案 他就说以每月还款不足三千元 摊墙超过六年去还款的 并且已经收到第一期的款项 其实大家如果计算他借了二十万 给他一点点息口去说 看回这个黄色政治圈 其实利用卖黄去赚钱的人大有人在 现在还押中的有王艺人阮文安 因为他之前涉嫌诈骗 他就声称帮一名被控暴动罪的少女 卖曲奇饼筹款 实质其实就将那些款项自己带入袋 大家可能都留意到 在2019年有很多黄友借社会事件 成功入习晋身区议员 但其实他们的质素又是怎样呢 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数 除了疑似借钱不还的张秀然之外 前屯门区议员曾锦荣较早前也承认 作出提交虚假或具误导性的选举 申报书的舞弊行为 以及企图诈骗罪 将会在2月22日就判刑了 我们看回廉政公署的网页 发现原来被通缉的人士名单上 有不少都是2019年当选的黄色区议员 包括什么人呢 包括前九龙城区议员李轩朗 前屯门区议员李家伟 前黄大仙区议员刘家文等等 他们都是现在被通缉 那么多黄区议员涉嫌违法 搞到区议会好像罪恶温床 新鲜滚热辣就有借钱不还的事件 大家会否放心 将地区事务交给这些人去处理呢 怕不怕自己的区会被他们搞到污烟瘴气呢 说这么快 今年又到区议会换届的时间 在爱国者治港的大原则下 相信不会再有类似2019年 区议会被染黄的情况出现 不过政府是不是应该对区议会作出改革 以免有意外的情况再发生 防患于未然呢 今年年底就会有区议会选举 到底将会是怎样呢 我们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我们转个话题 我们在节目之前都和大家说过 有年轻人为了出位 就跳到轻铁的车顶上 又有喝城门河水 又有人在港铁不戴口罩 还和一些邮班的警员口角 香港新一代守法意识似乎十分薄弱 为求出位为了一时之快 可以无视违法带来的后果 其中大家应该记得 那位跳落轻铁车顶的少年 还说了一句什么 坐几个月多几万个followers 叻仔 是不是值得为了几万个followers去坐监呢 犯法坐监留案底 真是一件这么轻易的事吗 话口未完 近日Facebook就流传了几段 官堂同党最终嘔斗的片段 有为数大概十几人的同党 他们就以我们是官堂最X恶为题 拍了片 记录了他们在街上随意打人的恶行 似乎要宣扬他们的黑背景 影片还有配上音乐的 似乎拍片的人是刻意去散播的 同党问题一直存在 但去到拍片 还要放上自己是罪恶这么囂张 真是极之少有 我们不敢说 说这些同党这么明目张胆的行为 一定是从黑暴事件导致 但当日黑暴宣扬所谓的违法达意 留案底令人生这么精彩 以及暴力有时或可以解决问题 这种歪曲道德观念的歪理 不多不少都是有影响到部分人的 这些歪理说的人可能是一时口爽 为达到某一些目的随便说 但说了出去的说话有时是收不回的 现在的后遗症就陆续出现了 那由谁负责呢? 虽然黑暴已经过了三年 但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年轻人的影响 可能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可以解决到 希望有关当局能够教育和宣传方面 更加加大力度 拨乱反正引领年轻人重新走回正途 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在我们身边发生了 好了 今天焦点到这里 下周一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下周一再和大家见面 不好意思